下日熱烈烈,背心短裙又出動 即是又是時候要脫毛了 生日夜開始 煮試煮 煮浸液 煮一鍋 好 深 読 中東脫霧那邊我覺得是有點柔軟的 試了三次都是一脫霧都沒有掉過 很差 本來我看影片就說好像很痛 但其實一點也不痛 是很爽的 塗了一些蜜糖 再加上蚊子出來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有效的脫霧方法 最重要是塗上食材的潤腐膏 但這個情況應該是用一個溶解的方法 將毛浪結構溶解 從而達到脫霧的效果 不同的地方原材料有機會有少少不同 所以未必達到那個效果 陳醫生還說 各個方法都可能會因事敏感 所以在用不同的脫霧方法 可以先在液下測試皮膚情況 那就最穩陣了